孙琳琳要带什么随身物品吗? 手机,三得利的乌龙茶,折叠伞,瑞士刀,花电心周边花花玩偶 有哪些是贴身携带的? 手机和瑞士刀,其他的放在包包里 打火机能带吗? 我抽烟,烟抽完了还没买 好 我突然有了把乌龙茶换成酒的想法 那就换成酒了 好嘞,开始吧 你感到了胸口被某些东西勒住似的不是 慢慢睁开眼睛,入目所见的是车内的玻璃和挡板 你发现自己坐在一辆急行着的出租车的前排 窗外是飞逝而过成现状的灯光 身上穿着的是自己熟悉的服装 已经被扣好了安全带 计价器发出低,低的机械响声 你似乎感到微微的头痛 无法想起自己是什么时候 又是如何坐上这辆出租车的 转头望去 你发现在驾驶的位置上坐着一位白发 扎着小辫子的男性 他看到你醒了以后 转过头朝你微笑了一下 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感受到疼痛后确定这不是在做梦 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一下 对旁边的驾驶员搭话 请问你是 我怎么就车了个要故作镇定的 听到了你的声音 他又回过头来笑着说道 我是带你出逃的人 一个出租车司机 可以投个侦查 你发现自己坐在出租车的副驾驶上 这是一辆很普通的外面随处可见的出租车 虽然街上目前没有其他东西在移动 车内的所有设备也和其他的汽车别无二致 所有的器件也在好好运行 计驾器的低 低声在这沉默的气氛里回荡着 你发现计驾器边上有一个小牌子 似乎是司机先生的执照 上面是他的照片 边上的字告诉你对方叫做西蒲损人 你环顾四周 发现车座和车门之间有一张小纸条 投个灵感 你觉得那张纸上的东西完全就是鬼话符 没有读懂这张纸上写的是什么 心中想着这位西蒲先生的字体真是厉害 看着司机的驾驶执照 你隐隐约约有些熟悉的感觉 却又想不起来 只觉得边上这人有种让人安心的感觉 因为旁边的人有股安心感 于是环顾了一圈后决定先问旁边的人 出逃是什么 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 他稍微思考了一下 这是一辆夜行的出租车哦 皱了下眉 开始思考这人是故意蒙我还是脑子不行 我决定能不能通过车窗外的景色判断出现在的所在地 夜太美 那你认不出这里是哪里呢 那我康康刚刚发现的纸条 你不死心的拿起纸条想再次辨认上面写的什么 却意外的发现反面也写着东西 上面写着 该我只能在ZBOOMG的时候是WISCJ 抽出纸条翻看了一下 小哥你这怎么塞了纸条 为你字体还挺厉害的 写的是啥 他看了你一眼 你不渴吗 我这有酒 我感到莫名其妙 但还是掏出了酒喝了起来 因为是容易上脸的体质 所以就算没醉 脸还是烧了起来 我不渴了 但是我现在很无聊 所以你写的啥 歪着头对小哥甩了甩纸条 嗯 我也不知道呢 他这么说着 有些担心的看着你的脸 臭男人 他空出手指了纸抽兜 如果你想喝水的话 抽兜里有哦 这不是你写的吗 红着脸皱着眉头 我没醉 想用水就想堵住别人嘴巴的男人视线 不是呢 他看起来有些无奈 可能是车的前主没注意留下的吧 你的意思是 这不是你的车 脑内浮现出小哥用各种非法手段搞到车的场面 并开始不安的再次环顾起了车子 我只是个出租车司机了 怎么会是我的车 他无奈的笑了笑 我可不是什么危险分子哦 我想看看收音机 你看了看收音机 试着按了按发现可以打开 他发出了嘶 嘶 的电流声 转了转按钮 收音机发出了微弱的声音 一个女生在说着英文 似乎是什么诗句一样的东西 这里可以投一个英文 你听到了断断续续的字眼 Second With you Night Taxi 空气中充满了快活的激老气息 正在你专心致志的听着收音机时 从西普的方向传来了一声轻轻的叹息 抱歉你不喜欢的话我给你唱首歌 以为对方不喜欢于是关上了收音机 啊 并不是 没关系 不用在意 他似乎有点晃神 但随即表示他没事 康康抽屉 抽都轻轻松松的就被你拉开了 里面放着手杖一样的本子 一瓶水 两个小瓶子 一卷绷带和一些文具 我想康康本子和瓶子里有啥 你随手拿起一个瓶子查看 这是个金属制的小瓶子 拧开能闻到酒精的味道 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另一个则是白色的塑料小瓶子 上面没有任何标签 打开是很多的白色小药片 塑料小瓶子可以侦查一下 你在里面找到一张被揉起来的标签 上面写着安眠药 你不再需要这个 因为现在有我在了 你要入他吗 不要提醒他呀 这是你的吗 看着药瓶子轻轻问道 啊 是的 有时会有些失眠 他微笑着回答道 那这个是啥 拿起金属瓶子 是给受伤的客人消毒伤口用的哦 哼 我会受伤吗 看着小哥 他愣了愣 然后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笑着说道 不会的 安心与信赖 我要看看手账本 你看了看这本黑色的手账本 发现这需要四位密码才能打开 这个密码是啥 用丝毫不问可不可以看内容的语气说着 并拿起本字 密码是你知道的东西 他丝毫不在意你一点都不礼貌的样子 仿佛已经习惯了一样 只是平淡的继续开着车 虽然不是很想给别人看自己的日记本 但是如果对方是你 能打开的话 也没问题呢 震惊道 随手输入自己生日 咔哒一声 手账本被打开了 这个气氛让我有了想躺在小哥怀里看的想法 开车着呢 我现在先不看 我震惊Max的盖上的本子 好 你盖上了 本子安静如鸡的合上了 你莫非是我的跟踪狂 这个我没收了 听到你这句话 他好像憋不住笑了 扑的一下笑出了声 然后迅速调整好了表情 语气中带着一丝笑意的说道 没收请随意吧 其实你不用做到这种地步也可以的 露出一副没事我能理解的表情 并拍了拍他的肩膀 然后本子就随手放腿上 我看看车里还有什么能看的 计价器 普普通通的计价器 写着里程数和价位 投个侦查 你发现比起之前不经意间看到的数字 现在上面的数字似乎比之前变小了 你计价器是不是坏了 没有吧 妈算了 想到自己莫名其妙上了车还要付钱 觉得这样还比较好 再看看驾驶证 驾驶证上写着 司机姓名 西蒲损人出生年月 1990年10月9日 车牌号码 42-37所属公司 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的地方被人用笔涂黑了 森田忧马有限公司 字数一样大草 怎么涂黑了 你不会是什么可疑公司的员工吧 随口吐槽 把我打晕后 现在要把我运去卖掉之类的 嗯 他脸上闪过一丝错愕 啊 不是不是 应该 是之前上车的小孩子捣乱吧 我要是小孩子要捣乱的话 会给你画上胡子 我就看你瞎扯的眼神 他似乎无言以对 只好沉默着继续开车 我要公开小哥黑历史 无聊的拿起本子 你方开手账本 看着上面的内容 今天又做了那个奇怪的梦 似乎能有些连起来了 但又想不起来全部 不 还是不想的好 还有两周就是圣诞节了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 我和他才刚刚认识吧 要怎么准备比较好呢 作为交往纪念日 也想给他一个惊喜啊 并决定调出草点大声阅读 他的脸突然红了起来 但是强装镇定的继续开车 有男朋友呢 真好啊 看着他笑了笑 他脸还是红通通 但是听到你说话 扬起一丝笑容点了点头 试着去买了XX家的围巾 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像我呢 但不管怎样还是希望他能开心 我也有过的 小声 他似乎听到了你的小声嗶嗶 眼里闪过了一丝不明的情绪 我想过个心理学 你看出他似乎有些失落 那样的梦还在继续 已经不想再看到了 但还好是梦境 现实还有他还在等着我 为了以防万一 还是试试看吧 还有两天 就是圣诞节了 刚刚跟他打电话 约好了见面的时间 决定一起坐车去郊外看灯会 明天就是圣诞节了 在这倒数的 我像个小学生一样 订好了餐厅 礼物也准备好了 一定会是十分幸福的一天吧 过去的我 从来不可能想到这样的幸福吧 谢谢你 遇见你真是太好了 优马 来吧 投个灵感 你感觉头有些痛 但是并没有想起些什么 怎么你男朋友也叫优马 很恩爱嘛 真好呢 合上本子 他没有说话 只是笑容中有着一丝苦涩 这样的日记给我看真的好吗 这时你发现四周的灯火在慢慢消失 是你的话 没关系的 随着灯火的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无边无尽的黑暗 就像被吞噬了一般 除了车灯所及的那一小块路面 是什么也无法看到的暗夜 我要Bandler 然后你发现 计价器上逐渐变小的数字 在四周彻底陷入黑暗时 变成了零 数字的滚动并没有停下 随着车的飞驰 它转变成了负数 并且依然在继续变小 我可以下车吗 投个灵听 你听到了并没有被关闭的收音机中传来的 微弱的声音 午夜零点 十字路口 吞噬 时刻 紧接着 它像是断线了一般没了声音 我看向小哥 小哥看向你 你们开始跳斗肩舞 草 你又破坏我气氛 我还想让它往回开 你力很 它没反应 西浦先生 我晃了一下它的肩膀 是 怎么了吗 它脸上还是带着那样悲伤的笑容 语气中却似乎多了几分轻松 车停下来了吗 没有 可以停车吗 它沉默了一小惠儿 摇了摇头 抱歉 已经到这里了 不能停车呢 我掏出了没喝完的酒 什么都不干也可以的 那我和它聊天 其实我也想在圣诞节的时候和它送点什么的 但是我身边有的只有花了 我喝了一口酒 你觉得男人收到花会开心吗 看着他问道 如果是我的话 被他送了花 一定会很开心的吧 他笑着说道 那你喜欢这个吗 我掏出包里的花花抱枕 他愣了一下 从你手里接过了抱枕 谢谢 我很喜欢 它的声音似乎有些颤抖 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导致的 但是你感觉到它是真心的感到开心 你喜欢就太好了 车继续在夜晚的道路上飞驰着 窗外的景色依旧是一片漆黑 毫无改变 时间静静的流逝着 当计价器上的时间变成了11点50分时 西普开口了 他像是在阅读一首诗 我是一颗逃亡的心脏 前往那时间暴动的路上 在电场中搏动 仗量着距离和方向 将飞逝的每一秒都拉长 只为和你在一起 我唯一的动力 你发现 西普的脸上流下了泪水 西普啊 他回过头来看着你 现在 我可以告诉你 一切了 他笑着 眼泪却不停地漫出来 我啊 就是一年前在事故里 死去的人之一 你应该不记得了吧 我和你 曾经是恋人啊 那段时间 我过得真的很开心 但是 已经回不去了啊 抱歉啊 把你牵连进来了 你不是问我 这是哪里吗 这里 是幻梦境 我再把你送回现实 我希望 你可以继续好好的活下去 以及 逐渐能从道路前方看到光芒 似乎能照亮一切黑暗的耀眼的光芒 你们驶入那片光芒之中 白色渐渐将身边的一切抹消 他的身影逐渐消失 但是你感觉到他笑着走近了你 然后轻轻地将你抱住 我爱你 最后 你的视野被一片纯白所吞噬 不知道过了多久 你慢慢地睁开眼睛 看到的是熟悉的 自己房间的天花板 坐起身来 潮水般的记忆涌上脑海 包括在梦中的世上的那个夜晚 也清清楚楚地映在了脑中 已经不会再忘记了 从窗外传来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声 阳光透过窗帘照进了房间 天亮了 天亮了 凶一定除了 天亮了 天空肠子因为 天津